字幕提供 你問我, 聰明, 一天睡四個小時 全天這樣做, 你累不累? 一早起床, 可以跑馬, 踢球 做生意, 拍戲, 拍電視 我覺得不累 因為我覺得我全天都沒浪費過 你會不明白? 如果不明白, 你聽聽以後的故事 我記得我跟健仔一次去釣魚 來到潭的旁邊 看到一群年輕人圍著議論紛紛 其中一個很大聲就說 那瀑布的水這麼急, 怎麼能釣魚? 那個人是傻瓜 我就問健仔, 你是健仔專家 是否水流很急, 又釣不到魚呢? 健仔笑笑口說, 我們過去看看就知道 那我就跟健仔走過那邊 走到那邊, 看到那個男人旁邊的魚 全部都裝滿了很肥脆的大魚 我心想, 一群年輕人 全部都釣到小魚, 牙斬斬在那裡笑人 難道這個男人有什麼釣魚的秘方? 我還沒說 你知道, 健仔是釣魚專家 他直接用專家的口說告訴我 當然了, 在潭水上風平浪靜 那些氧氣足以救那些小魚在那裡生存 但是大魚需要多一點氧氣 當然要拼命游去, 瀑布水流很急那邊 所以說風平浪靜的潭 只能釣到小魚 你想釣到大魚, 當然要風高浪急的地方 之後我跟健仔在哪裡釣魚 不用說, 你也知道 這個故事很簡單 大家一聽就明白了 我們經常說, 水清就無魚 究竟你想做一條小魚 還是想做一條大魚呢? 無論如何, 如果不經過驚濤蟹浪 不經過不斷磨鍊 你根本不會成長 就算你成長, 只不過是一條普通的小魚 如果你真的想做大魚 或你想有些成就的 你就要衝出大海, 向急流那裡做 當你有不知道的未來 而你不斷去鍛鍊自己 你只能夠… 所有的功力都吸在你身上 當你變成一條大魚的時候 你喜歡吃人就行 被人釣就行 所以說, 選擇在你身上 你也可以選擇做一條小魚 它在一個無風無浪的小潭裡 你就安安就這樣過活了 每個人選擇的東西是不同的 我? 我就難選擇了 我平凡當作是罪過的 我一定是這條大白沙 這麼做 我一定會想做 你也會想做 還有微調 很優惠 我目前的皮膚 你真是一個